社会消息日前在台南市的安平区跟北区 发生三起泼酸案 这名泼酸男子终于落网了 而犯案理由竟然是因为跟女朋友分手 心情不好才会随机找不认识的女性报复 蓝色安全帽 身穿白衣的男子 他就是在台南犯下多起 泼洒盐酸的前一犯拆证生 警方经过多日寻线追查 终于在二号晚间逮捕嫌犯 那么暗花之后 被害人向警方报案 那警方立即成立专业小组来侦办 那并扩大我们被害人的整个 机车的行经的路线的监视器 我们来分析跟原判 37岁的蔡震生有多项窃盗抢夺前科 目前坦诚犯案 因为与女友分手又和家人吵架 心生不满 由爱生恨 买了盐酸对年轻女子伺机下手 造成被害人身心严重受创 目前蔡震所表示的是 因为最近跟家人有争吵 一时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才会随机来做出 这一个不法的动作 全案依伤害毁损罪名扩大侦办 被甩就找女性颇酸出气 失恋男的胡乱报复将会付出代价 联邦报正红冰台南报道 请订阅一下